極樂世界 幸福佛陀 盡在生命電視台 接下來請收看 海濤法師救護眾生講座 明星期見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请翻到七十一页 那我们现在要来念三皈依 那当然学佛不是皈依一次就够了 学佛是分分秒秒都不离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 他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铁轨 火车不能离开铁轨 生命很苦 就像我们现在把冷气灌掉一样 不行的 刚才还请他冷气开大一点 现在比较凉快 意思是说学佛他 时时刻刻都在归佛归法归身的状态 这是我们要告诉自己的 当然我也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不故意三宝 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 那你可能就会出问题 所以就像一部飞机 它一定要按到 现在飞机上都有自动导航 它一定要按到这个轨道 不然可能跟其他飞机会相撞 因为天空密密麻麻 无量的飞机 那是飞机场上架的这么多 这个不能开玩笑了 它有一个诡则 按照这样去做 那我们过去是因为 按照自己的想法分别心 我喜欢 我讨厌 我不知道 我骄傲 我怀疑 这个叫贪嗔 是慢于种种的 不健康的心态 叫烦恼 在过生活 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这么痛苦 不想生病也生病 所以就会觉得很不顺利 甚至最大的痛苦就是轮回 人死一次就过痛苦了 那个轮回要死百千万亿次 所以经典说 一个人为了轮回过程 跟他的爱人离开的痛苦 堆起来的眼泪 比四个大海的水还多 各位想清楚没有 哭够了没有 一个人死亡以后 骨头堆下来 比整个最高的须米山还高 这一点一定要想 你不要说 那佛陀讲的我没哭过 我这几辈再哭没几次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相 百千万劫生的死 死的生 爱别离苦 乃至这种身体的病苦 甚至呢堕落地狱的 我还是要讲一次 堕落地狱一次生命 最短的一百九十一年 最短的最短 一百九十一年天天在被杀 天天在被砍 最短的地狱 地狱有十八成地狱 乘以四倍乘以四倍 你不用算了 没办法 还有一种叫无间地狱 没有停止的痛苦 给你烧给你煮给你烂 特别爱喝酒 爱喝酒叫什么地狱 灌酒地狱 无漆妈黑的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无漆妈黑的很恐怖 然后呢就有两个 这些地狱鬼王 在黑暗中抓住你 把你弄在地上 嘴巴挖开 灌铁汁 灌到你整个身体 啪 破掉 爱喝酒的 然后死了以后又风一吹 又恢复又开始跑 然后又有人追 然后千百次的死 千百次的死 爱骂人的 爱骗人的 舌头拉出来有五百只牛在上面 耕田 让你痛得要死 你舌头破一个洞 你就没办法了 不是一百九十一年 大嚎叫地狱下去 千百万亿 天天这样喊到天亮 好邪淫的呢 男人好色的呢 有一种 有一种 轮子 比这个大百千万倍 上面都是 五两百的刀子 你的身体变成一个大地毯 然后这样再给你 你这样撵过去 把它撵成肉这样 因为你这个好色人就在享受这个皮肤的性的快乐 性的快乐 所以他这样撵到你痛苦的要死 然后变成肉酱 然后风一吹又起来 然后又开始撵 你没办法离开 那各位你多去聊 缅甸人最会了解这个 这一点 你最要去了解 地狱的真相是什么 二鬼道的真相是什么 哇 这个 不要开玩笑 一定要按照三宝的教诫去做 这个叫此诫 为什么不能杀生 为什么不能偷盗 所以在这一点 甚至 老实说 今天你看到一个出家人长得很庄严 你偷瞄他两眼 那你也有问题 深深事实 阴阳倒错 不知道你是男人还女人 很痛苦 你看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人这样痛苦 所以 甚至 你也活得也不知道干嘛 所以 当然各位没有这么多时间 去看这些真相 但是你还是要去了解 地藏经的第四品 稍微讲到一点 叶报的问题 稍微讲到一点而已 就够恐怖了 那这一点你是了解 所以我们要赶快 不要再用自己的想法在做事了 要老实归伤保 如果我们没有归伤保 那我们过去照了一眼 永远跟着你 你逃不掉 所以 就像我刚刚念的这位周舍 事实上 我是会向他 两条路 赶快舍报 赶快往生 因为他已经肝癌了 当然家人都希望有奇迹 当然奇迹是 奇迹是 如果能够多活几天 是听佛法用的 这样就好了 修行用的 不然呢 就脱离这个痛苦的身体 赶快去极乐世界 这样就好了 感情的问题要放下 如果当然很多人就 子女不想妈妈走 父母不希望儿女走 这个时候是很大的痛苦 因为他已经不可能了 要放下 那个祝福他 去极乐世界 而且去极乐世界 一点都不可能 相信南弥陀佛 念一句乃是十句奥弥陀佛 念一下 愿往生 当下往生净土 你不要怀疑啊 我爸爸车祸死了 怎么会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因为车祸是很苦 有人带他念佛 他一定念 所以他一定去净土 反而这种 我们这种健健康康的 不想去 钱在哪里 女人爱情在哪里 快乐在哪里 我们还要追这些东西 所以念往生净土一点都不难 只要你感觉到四千苦的厌离心 我不要再这么苦了 那就一定去极乐世界 相信念佛 很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皈依呢 不是光我们皈依啊 带着所有天神 阿修罗 人类 这些人 痛苦的人 带着所有地域 鬼道 出生道 包括我们的父母 祖先 冤亲在主 堕胎 流产 胎 所以我昨天在 美国进入加拿大 我故意去走 那个美加和平门 带着美国进入加拿大 还去那边 加拿大国旗那边去祝福 旁边还有十字架 大概有人往生 这边还有原住民的纪念品 我像绕佛塔的绕了他们 愿我们所有这个 本土地的原住民 都能够快乐 升天 得到我们所有的功德 我这好处是我这个人不寂寞的 没有半个人 无其麻黑 但是我观想所有众生都在我面前 我来尊敬他 所有佛都在加持他 这样 自得其乐 耐得其孤独 有人呢 当然我说尽力 没有人呢 更要尽力 没有人众生多 但是无论如何 整个法界都在我们面前 所以我们现在以这个心态 带着他们归三宝 那归三宝就是个大超度法会 各位 今天有一个众生 你帮他写牌位 刚刚还招请 假设他是恶鬼道或地狱套 各位刚刚还念破地狱咒 把他请过来 他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起归三宝 请问这个时候会不会脱离三二道 保证 前面有三尊佛在接引他们 中间本师释迦牟利佛 讲出了要事法门 极乐世界法门 他愿意学本师释迦牟利佛 这样子的大菩提心不退缩 不退转 还是要去要事净土 还是极乐净土都可以 只要他相信 归一就好了 拿摩就是归一了 拿摩 拿摩阿弥陀佛 他就超度了 所以愿大家多为别人念阿弥陀佛 生病人为他念要事佛 心情不好念观音菩萨 要发财念要事佛 先满他的愿 然后再带他去净土 将来让他成佛 所以这样大家来一起归一 哪知呢 引导的念一下 父母为首 爸爸在这边 前世前世前世的七世的 无量世的爸爸在这边 妈妈 无量世的妈妈在这边 现在活得也好 已经往生的也好 父母为首 有情众 有情众的人都在你后面 带着他们 包括过去你杀掉的 很多人得癌症很严重 我身上都有一个 过去虐待他死亡 怨恨你的杀业在主 所以这个杀业在主 你本来七天可以往生 生三天他要让你拖一年 慢慢慢慢的摧残你 然后再推你向地狱 那你现在跟他忏悔 诡异了 他快乐了 他升天了 他不会找你麻烦了 要么你就马上好 要么你就马上脱离痛苦的事 他不会摧残你 这叫怨气很重的缘情在主 我想每个人都有 你不能说我出家人没有 我出家人过去也造了很多恶业 在这个轮回的过程里面 但是我愿意承受 因为他来找我 但是我马上用最大的感恩的心 惭愧心 希望他脱离痛苦 希望得到我们的功德 所以各位有堕胎胎儿啊 元秦在主啊 爸爸妈妈的啊 我们都要帮他 观想他归一 你的儿子很不听话 你要观想他归一 一次 两次 三次 佛就会进入他的心 这个叫念佛回向 慢慢慢慢奇怪 他也喜欢拜佛 慢慢来一天 你到 欸 儿子我带你去参加 他居然来了 因为呢 你已经有不断的在回向给他 所以各位不要生气 不要失望 回向给他 回向给他 法力不可思议 好 那现在呢 但是要归一之前 我要带各位忏悔 向他们忏悔 带着他们忏悔 如果他们在痛苦的话 一个人什么时候呢 可以不用念佛呢 成佛了 成佛了是在念众生苦 当然死方诸佛会来加持他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带着你的祖先 一直到他成佛都要 写牌位不是说 哦 超度了 所以我不用写 那你太不孝顺了 除非你的爸爸成佛 就算你成佛 你再回向给他 那佛的功德就回向给你 就像我们在拜佛 我们供养佛已经成佛了 也是在回向给佛 那佛的力量就加持你啊 所以意思是说要 无尽的回向 无尽的供养 无尽的发愿 永不停止 那成为我们的生命 而不是说 他去净土了 我就不用回向 净土还分九品 对不对 下品 中三品 上三品 九品 那就算往生到上品上升 也还没圆满 为什么 他还没有回入娑婆呢 他要正的圆满空性不退转 又请他回入娑婆 乃至达到补处菩萨 乃至成佛 我们更要回向 那所以就是这样来 无尽的皈依 无量的众生 大家一起 当然我讲那么多 是希望各位 你成为一个 每个人看到你 都愿意学你这样 一子三宝 再过生命的人 因为成为别人的模范 去让别人因为你而归于三宝 而相信佛 就像佛陀一样 佛陀的存在是 让我们归于佛陀 归于三宝 走一个光明健康 有意义的 不会痛苦的路 自在于慈悲 所以来 大家请起立 观想啊 你就是众生 你就是世界法界 因为你这个点 带着所有众生 包括你自己 进入三宝 包括你自己 虔诚忏悔 而且各位 从今天开始 不要对不起任何法界众生 以前我们犯错 现在不要 那这样才有可能忏悔 才有可能超度 或许你有堕胎 你将来可能还会杀身 可能还会堕胎 那你就没有力量超度堕胎的胎 当然你有忏悔 有一心念佛 对他来讲 很容易超度了 好 七十一夜 大家合掌 我们想着 我们过去杀死爸爸妈妈 我们过去造了很多 不可原谅的恶业 为了爱情 为了钱 为了争权独立 甚至造了很多的口业 等等等等 我们都代替众生 引导众生 跟众生合为一体 求忏悔 我们要念三遍 来 往己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重生于义之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第三遍 不怕你杀人或我造了多大的恶业 所有的业障 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忏悔 这样 可以忏悔 所以地上再大多的垃圾 少干净很快乐 因为你不会再犯了 我把它少那么干净 干嘛再把它弄脏呢 所以不但是 所以不要不原谅别人 要永远学习原谅别人 因为这个夜上的本体也是假的 也可以超越的 第三遍 来 我们加念一遍 各位代表牛 代表猪 代表鸡 代表海鲜 龙虾 代表所有造恶业的轮回众生 特别你喜欢吃猪肉 鸡肉 那你特别代表他 也向他们忏悔 这是我们宵夜长最好的方法 当然最大的忏悔 是跟你跟牛说 我不会再吃你了 我要好好爱你 他就原谅你了 他就超度了 你就不会高血压抱血管了 你就可以改变命运了 所以你过去有堕胎 你跟所有的胎儿都说 我不会再堕胎 我还要保护所有怀孕的妈妈 我还要救度所有被堕胎的小孩 你的胎儿不能不超度 因为你的这种忏悔跟发愿 成为他的光荣 他内心都尊敬你 所以第四遍 来 再来我要念灭罪真言 各位就合掌 所有的佛降下甘露 把我们的身口液净化到 干干净净所有罪业都消除掉 不是光你自己 七代表无量无边的佛 消除无量无边众生的业障 我们会念三遍七佛灭罪 来 你婆的婆地求和求和地 同网人的尼哈 来的便利利 我和其地真定 其地沙婆地 婆地婆地求和地 求和地 同网人的尼哈 来的便利利 我和其地真定 其地上婆地 你婆地婆地求和求和地 好 那现在大家来归一三宝 但是呢 希望大家用什么心归一三宝呢 用愿成佛普度众生 让所有众生都一定要成佛的菩提心 来归一三宝 那这是最圆满的心态 因为众生皆平等皆可成佛 所以这样来跟我念 来 当愿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流产胎儿 往生眷属 有缘众生 三善道众生 三苦道众生 皆得归一三宝 愿发菩提心 一子三宝 一子三宝 将来成佛 将来成佛 普度众生 各位念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问序 所有业障皆消除 大家恢复清静 好 第二遍 念一下名字 这里名字来 念名字 愿他们的法号都叫善德 他们呢 善良道德有智慧 所以来 归佛 两族尊 归法 礼遇尊 归身 众众尊 愿为三宝弟子 从今日 乃至命中 乃至敬畏来寄 绝不伤害任何生命 这个是最大的戒 你不要说很简单 他偷我钱我都不会告他 他杀我爸爸我都不会报他仇 一只蚊子叮我几百遍 我也不会杀他 你要罢这个愿 这才是佛教徒的基本态度 绝不伤害 我不会告你 我不会破坏你 所以因为 你对我再不好 这是我的业 小业障 你还是可以成佛 要有这个决心做三宝弟子 所以呢 这样来念 好来 绝不伤害任何友情 保护所有众生 同乘佛道 归以佛境 归以法境 归以身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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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成佛 保护所有生命 归佛境 永不归依 天魔坏道 归法境 永不伤害众生 归深境 远离恶之士 问句 好 大家请坐 每天你都这样念一遍 让自己回归三宝 然后再去决定事情 不要用你的想法 用你的想法 马上你的烦恼息息又来了 我要去欠他学伙 却跟他吵架 两个人变到吵架 你看他翻脸 就像两个喝酒的好朋友 后到后来就出来 一个人把一个杀死了 为什么 喝酒喝到后来失去理性了 我讲话不对头就打起来了 杀了 后面就后悔了 所以修学佛法要以三宝为教戒 为生命的依归 所以叫归命三宝 把生命都依止交给三宝了 交给阿弥陀佛了 做个老实的修行 老实念佛 要不要说 不是每天光念佛 而是老老实实的 按照阿弥陀佛的教诫 去做事去念佛 按照无量寿经 光无量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这才叫老实念佛 那保持这个念头不断 老实念佛 要不要比说我念几遍 念几遍 当然念几遍也是一种催促你 不要有不好的念头 要跟阿弥陀佛的念头合为一体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保持这样而已 那各位归异三宝以后 我们要简单的传授无界 虽然今天法会并不是那么圆满 但是既然有人求授 那我们在佛教绝对不会拒绝了 因为三规无界 当然佛教的最圆满 是希望各位发菩提心 做菩萨 承担佛陀的任务 这也是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原来我出生做人 是能够听闻佛法 发菩提心的 这是人生最高的意义 你哪怕杀死几百个人多少业障 一发真实的菩提心 所有业障就消除掉 你成为别人的如意宝 因为你有了菩提心 你连走在路上都代表佛的力量 别人看到你 听到你 都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不要有分别心说 哪一个法门好 哪一个师父好 哪一个上师高 有这个观念是偏的 要知道吗 是不对的 因为对方只是让你觉醒你自己 你也是佛这样而已 而不是说 我要去心情磨磨大大的佛佛 很出名的去迷信他 或是一种感情用事 执着 那你还是一种伤害 伤害到自己跟伤害到对方 因为你有一个不正确的动机吧 所以决定自己 决定 当下承担 你用佛的心去做事就好了 你用地藏菩萨的心去做事就好了 最后 做乌龟没关系 最后会到 你只要按照三宝的教戒 那你既然归三宝 佛陀叫我们持戒 刚刚有念一句话 再念一句 这是法人的 从今以后 乃至尽形瘦 乃至尽未来际 不伤害任何众生 这个是戒律 那这个戒律的行为 那就是一般说的在家无戒 你也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这就是不伤害众生 你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 各位男生 你没有要跟这个女生正式结婚爱她 你千万不要带人家去睡觉 你是不道德 这个女生下火要嫁给谁 对她父母是不是侮辱 就这个意思 那你结婚了 你不能对不起你的太太先生搞外遇 那这个就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那将来下的地狱 那就不用谈了这个 杀生脱到邪淫都会下三恶道 甚至地狱道 一个男生如果好色 除了刚刚讲的脸啊 还有什么知道吗 你坐在一个地方 把你腿打开 叫几千只老鼠去咬你的快乐的地方 然后咬完以后换人 又把你腿拉开 几千只铁锤把你那个打扁 一个女人要这好色 这个享受肌肤的快乐 喜欢给男人抚摸 而且是血淫的 几千只毒舌咬你每一块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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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